平安 平安 高兴我們再一次的聚會 我們都知道 基督徒都知道說 我們的宇宙萬物是上帝所造的這些美景 他透過這些美景 透過眼睛讓我們知道說 有這些美景是他造的 同時透過這些美景 知道是他造的 然後我們也透過眼睛來學習 各式各樣的新知識 特別是現在是資訊爆炸的年代 我們請後面的同工 幫我們下一張的畫面 特別是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透過眼睛來學習 各式各樣的資訊 現在是資訊爆炸的年代 可能有時候 我們一早起床 還沒有任何的想法的時候 你可能有可能就不自覺的 去怎麼樣子 不自覺的去滑手機啊 不自覺的去打開電腦啊 不自覺的去 各式各樣的電子的資訊 你就進到我們裡面來 那可能我們都知道說 要好好挨挨戶眼睛 否則會像剛才我們所讀的 這個主角所說的這樣子 那我們要說 其實我們也要說 盲人他們其實有時候雖然看不見 但是有時候他們的心理的狀態 可能會比我們正常的人的心理的狀態 更多的敏銳 更多看見這個世界的豐富性 比如說我記得有一本書 一百二十公分的世界 就是他是一個 曾經車過然後後來 再一次的爬起來 那就是坐入你 但是上帝給他的豐富 他看到的世界在他一百二十公分的那個 書裡面那個 他的書裡面 他這樣子來去呈現出 他看到的其實比我們更多 更豐富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這一個是在國賽大的故事 那這個故或是我們聽起來 會覺得讓 那特別是讓我們基督徒 有一點很尷尬的地方是什麼 很尷尬的地方是說 也需要分兩段才能夠一一字 他有很多的 聖經在信念裡面 有很多的經節裡面 上帝的一一字 那耶利跟書的一字是怎麼樣 很快的就把他一字好了 可是唯獨在馬可彤這一段裡面 居然是兩階段的一字 我們可以想說很奇怪 耶利跟書不是一字好 容而以或是一字好 那個 生平的麻風病人嗎 那為什麼怎麼會在這裡是 兩階段的呢 有什麼特別的 是那個盲人他的信心不夠 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 我們套句 熟悉的想說 哇耶穌這時候的功力不夠了 所以呢 才會怎麼樣 不能夠一字好他 但是如果你們今天姐妹有帶 那個畢章前有帶經文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從上下經文去看 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這段經文是不是來比喻什麼 比喻耶穌他去 醫治那個門徒 那個屬林上的俠野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說 耶穌問說 你看見什麼 你看見什麼 好 我們有很多疑惑 這就是說 剛剛講的 怎麼會是要分兩個階段來去做呢 特別是 特別是 我們剛才講的 一天說 你看見什麼 結果這個盲人他回答什麼 他說他回答是什麼 我看見了人又好像樹 而且在行走 所以我們從他這段話 我們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或許他不是天生的盲人 那如果不是天生的盲人 這個想法確立的話 如果這個想法確立的話 我們可以去想一些 透過這樣的經文 讓我們去想一些事情 我們可以去反省 透過這段經文 讓我們反省一些事情 有時候 我們是不是會去想 這一段經文 好像不就是像 我本來還不認識主 的一個過程或現象 但是因為認識他 原本我可能是選擇 我要我要過著生活 但是呢 你自己要過著生活 有時候是快樂的嗎 不一定的 但是呢 透過人的介紹 把你派到教會來 讓你有新的生命 或者是我們剛才 從這一段的經文 讓我們又再一次去想像 一個現象 有沒有一個現象是 我已經是基督徒了 我已經是基督徒了 但是我內裡有一個 我比別人好的想法 我讀經 我禱告 你怎麼沒有啊 或是你怎麼沒有啊 心裡翻地 你看你遇到這個問題 一定就是沒有好好 讀經禱告 你看 我怎麼樣怎麼樣 有可能心裡翻地固 但是看提摩泰的 這麼講的 提摩泰講說 有敬虔的外貌 卻背了敬虔的食物 真的人也要躲開 要記得我們的上帝 我們的主人的信仰 不是這樣子的 是一個彼此幫補 彼此支持了愛的團體 真是這段經文也讓我們去想 有一個會不會是 有一個現象是怎麼樣子 我原本是其他的離經信仰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呢 我轉換一個信仰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有一個 舊的思維 來去跟隨我現在的信仰 我以前有遇過一個姊妙 她轉換信仰跑到時候 她凡是這種 奉主的敏啊 撒旦斥著你離開 我不是說這不對 可是如果常常這樣子的話 會讓我心裡想說 哇 這個撒旦感覺 你在你裡面的 好像沒有比世界更大的感覺 有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有這種現象的基督徒 因為這句話你看見了什麼 然後再加上後面 我們剛才通過畫指示 所讀到的說 他的門徒 他為他的門徒 為他的學生說 你看見了什麼 所以他剛剛講說 噢 你是施洗漢 你是施洗漢 其實有時候這也反映出什麼 反映出我們內心當中 我怎麼去看我的信仰 怎麼帶出那個定義 如果我定義這個信仰 是讓我富足豐盛的人生 有時候那可能錯覺了 我們知道上帝 一定是這個信仰能幫助我們 是耶穌基督帶領我們走向豐盛 豐盛富足的人生 但是不是怎麼樣子 不是 成功神學 特別有成功神學的思想能看 一定會認為說 就是讓我豐盛富足 但我們信仰不會不是這樣子的 從教會歷史的演變看來 我們可以發現到 到最後有可能他 拿著十字架 行不易 知識了 十字菌動物針就是這樣子產生的 我們可以說你看見什麼 你看見什麼 這一句話是耶穌對盲人 他當時問的問的問題 之後他也同樣的用別的形式 問他的學生他的本土 那我剛才講的學生一下子回答是 施洗約翰一下子回答是 伊蒂亞 有的甚至啊 反正就是先知其中的一位 可是我們可以在這邊去反思一件事情 是什麼 其實耶穌不把自己定位在什麼 他不把自己定位在他是形神 神系的 他也不把自己定位在什麼 他不把自己定位在先知或教師的身分 所以你會發現說 在聖經裡面每一次 他只要行完一些醫治好了 他會說 欸你暗暗的不要去告訴別人 因為他知道什麼 他知道他的身分 並不是這一些 並不是這樣子 而是他知道上帝的時間還沒有到 上帝的時候還沒有到 特別是他知道他的身分是透過 十字架的受阻 透過那個空墳墓的復活的記號去展現出來 去使人生命改變了 我們現在是讀的是新約 所以你要知道當時候 當時候的人在那個環境 以色列他們是沒有盼望的 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是一個混亂的狀態 有點像是以賽亞說的這個狀況 但是透過耶穌的來 透過他的受死跟復活的盼望 帶給他們不一樣的生命的改變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個信仰的本質是愛 可是我們有想說是愛 可是其他的宗教也講愛 甚至搞不好做的比我們更多 我們說的愛是一個怎樣的愛 舍己的愛 如果我們信仰是本質是愛的話 不完全 因為你去看電視只要有災難發生 有個宗教團體好得比我們更快 做得比我們更多 除了愛之外還有一個復活的盼望 這個是其他信仰說沒有 你可以去想媽祖有講對我嗎 沒有 其實他的信仰沒有 唯獨基督的信仰有 我們來看說這一個關鍵點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其實這個探監不只是什麼 不只是說他再次的得到了勢力 其實他在原文裡面他還有什麼意思 他還有是一個流星 流星的意思你注意觀察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說 其實這一段算是橋樑經文 他串起上面的跟下面的經文 他要這些門徒留心的是 你要做的門徒 你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如果有待現金的人 你可以發現到 八章三十四節 這一段橋樑 我們今天選的算是橋樑經文 八章三十四節那邊就講說 要跟著我們要舍己 配上他的十字架 可是一當我們遇到舍己 我們就好害怕 我記得我一個朋友 宣教師的姐妹 他跟我分享說 在他當信主 至於要當宣教師的時候 其實到後 當然現在不會了 所以他才這樣分享 他還說那時候 他當宣教師 他好害怕 因為宣教師 就是有時候要去送死的 那他們是被派到中國大陸 那去當然不是政大光明的船 他們會有的是化身 有的是做生理 那他是在校園裡面工作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他非常害怕 因為會怕會被人家試穿身分 或者是怎麼樣子 可是他就發現 舍己當你有這樣子的 為主來擺上的時候 他的恩典過敗了 那我們有想到說 哇 舍己對我來講太遠的 舍己對我來講太遠的 我們聽到 我聽到有一個姐妹也跟我分享說 他說他的小孩子呢 有一次他在那個 降息當中 他就給他小孩子 100塊錢 讓他去自由運用 那他小孩子拿到100塊錢的時候 因為媽媽常常這樣子 念經的跟他講 所以他馬上就有11個概念 馬上就有奉獻的概念 可是他想說到底要奉獻多少 那姐妹有跟我講 中間的過程 我們就跳過去 反正到最後呢 他就是奉獻 那個小孩子奉獻他所有 就很感動他媽媽 我們可以想 我們可以說 這個信仰是給給給給給你的 因為這一個經節 是我們整個信仰的核心 信仰的精髓 或許你會講說 我沒有那個小孩子的那種心智 因為他給了 他在跟爸爸媽媽要就好了 我可不一定有爸爸媽媽 不是嗎 是啊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在這一個期間裡面 你去想什麼 透過這一個經文 透過這個他講的那個 成為門徒舍己的 你可以去做什麼的 你可以去減少 我們在復活節的這一段 開始在整個教會的那個叫做 四群節 在這個階段 在這一個到國伙節階段 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減少滑手機 的時間 減少你看電視的時間 甚至是減少飲食 或是進食 這個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我們不用去送送死啊 但是我剛才講的是 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透過這樣的方式 也是鍛鍊我們 鍛鍊我們的生命 因為有時候 這一些事情 都可能是違反我的人性 讓人不可思議 但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一些都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也可以講說 門徒的生命是什麼 門徒的生命是 有時候就是一個建造 拆毀的過程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什麼 所有偉大的革命 都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他改變他自己的思想 而且從內裡開始出發 但是很重要是什麼 要連結在基督裡面 或者我們會有自我膨脹 跟自於自然的感覺 就如同德洛西書講的 既然接受耶穌基督 就要在他裡面生根建造 而且用信心去堅固 甚至像跟很多前徒講的 我們用最好的線上給他 用最好的線上給他 特別是最近 我們有這個畫面 我們都知道根基要紮紋 才能夠怎麼樣子 才能夠一有風吹搖動的時候 才能夠立定跟根基 特別是最近有地震的話題 那地震的話題又會發出 老舊社區的更新的問題 所以根基跟更新 其實在一個門徒裡面 其實是重要的 那我們同時我們其實也可以說 門徒的養成是什麼 有可能門徒的養成 是一個信心的過程 我們從這一段經文剛才畫的 或者是他提 我們一起念的這段經文 我們看到是耶穌沒有馬上 按手為他醫治 是把那個瞎子是怎麼樣子 那個盲人去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村莊外面 拉到村莊外面 由村裡走到村外去 他拉著那個盲人的時候 那個盲人心裡面有疑惑嗎 我想 或許有 也或許沒有 但是當他願意去接受 耶穌帶領他的時候 他怎麼樣子 他的困擾得到醫治 有時候我們會想到說 耶穌拉著我的手 我向他祷告 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但是我心裡有平安啊 也許我眼前的問題是沒有解決的 但是我心裡是有平安的 我想這個 等一下我們可以 自由的分享在小組的時候 我想這是每一個在座的弟兄姐妹 願意跟隨主的時候 你一定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也許你的問題沒有解決 但是你的心裡是有平安的 因為怎麼樣子 你知道你的問題 像你的手是大功勁一些的 而且有時候被帶領到村莊外的時候 反而是怎麼樣子 去經歷組更多的時候 不是嗎 有時候被拉到村莊外面 是要經歷組更多的時候 帶著信心的眼光 會讓我想到什麼 帶著信心的眼光 在救援的時候有很多人 因為耶路撒冷城牆倒了 會感到什麼 灰心絕望 但是有的人都聽到同樣的消息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子 他是一邊向上帝祷告 一邊帶著盼望的思想 去看這個城牆的事情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尼西尼 他用信心的眼光 去看周圍的環境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 因為在現實的狀況裡面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盼望的 但是他用信心的眼光 帶領了自己 也帶領了一群人 仰望主 去做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信心的眼光 對門徒來講是非常重要 我們來講到說 門徒 門徒的生命 我們講的 不就是領人歸祖的生命嗎 很有意思的是什麼 我們知道這個地點是發生在博撒大 但他現在已經是一個城市了 那博撒大的意思原本也有意思是什麼 漁夫之家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說 這個盲人或是這一群 門徒在博撒大 遇見主 去經歷主 不就是要得人與得予 也許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覺得什麼 可能會覺得說 啊 我不配 因為我是一個 曾經是一個失敗的製度徒 但是我要告訴你 博撒大的一致只有馬可福音有 在整個聖經裡面 有王人一致 有耶穌書 耶穌一致的 但是讀多 博撒大一致只有馬可福音有 而且我要告訴你們的是 馬可福音的這個作者 馬可他雖然不是門徒 不是使徒的門徒 但是他是怎麼樣子 他是初代教會的領袖 馬可福音 馬可 他曾經是一個失敗的 我們講失敗的宣教士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聽保羅的話 他就擅自脫背 然後離開了耶路撒呢 可是他後來的成長 我們在提摩泰後 提摩泰後後書 四章十一件 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那時候保羅奔墓 他已經把馬可教過 因為他傳福音的 世上弱勢有益的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透過 這個這一些門徒 我們也看出什麼 看出他們當時是在爭論 誰是顯榮耀的時候 誰坐在右邊 誰坐在左邊 或是爭論誰是最大的 但是耶穌怎麼樣子 耶穌就願意在加利益的時候 與他們一起走一段路 而且陪伴他們 所以我們說這個團體 是一個愛的團體 是一個賢主榮耀的團體 也許你可能會覺得說 哇 背了十字架 真可怕 背了十字架 我要負擔很多 但是你要記得我們的信仰是一個 核心價值與別人注意 是一個復活的盼望在裡面 而且這個復活的盼望是一個怎麼樣 是一個轉換 從十字架上轉換成是一個恩典 是一個盼望的一個能力 盼望的記號 盼望的能力 盼望的生命在裡面 也許我們可能當中有沒有覺得說 我是左口扮捨的 我不會表達 但是你有沒有像 那個帶領盲人的朋友 你可以當那個朋友 那個朋友怎麼樣子 他帶著盲人來見耶穌來經歷主 經歷那個 復活盼望的能力在他的生命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去思想說 從這一段經歷裡面 我們可以去想到說 左 當我認識你 當我被你更新之後 你要在我的生命當中 顯出什麼樣的作為出來 跟你們一起來禱告 安門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謝謝你透過你的不生愛子 賞私一個新的生命 盼望的生命在我們裡面 主因為這個盼望的生命 可以讓我們有一個超越的眼光 來看待我們的環境 主因為這個盼望的生命 使我們迫不及待的 要與人分享你的恩典 主也請你來幫助我們 主我們願意為你 成為你那個傳扬 你福音的使者 主 求你幫助我們更深的與你連結 在你的愛中 主我們願意緊緊的跟隨你 獻上我們的感恩 我們在我們祷告 是共主耶穌的聖名 Amen Amen